男球筆記現在為您採訪到的是能人加商林韻哲教練 教練你好 你好 想請問一下連續三天能人加商都拿下力轉勝 球隊是否到後面狀況越來越好 是一支散打第四節的球隊 其實我覺得不是散打第四節 是我們在第四節的部分的話 其實球員的球勝是一個企圖性比較強 通常往往第一節落後10分這種狀況還是沒有改善 這是我們現在最需要改善的一個錯誤跟缺點 那我希望這種事情還是不要發生 因為不可能每一次第四節都可以逆轉勝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在正確比賽第一節就馬上進入狀況 然後延續下去 其實我覺得體能是基本的一個條件 那一個球員在球場上可能到第三第四節的話 那他的體能也連續下去 他的密度的球會高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階段 那個我們體能訓練師 有在不管在身體的強度跟體能上面 有做再加強的一些訓練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以撐到第四節還有穩定的表現 我覺得這方面的話我覺得 給我們很大的一個信心 謝謝林玉珍教練 我們現在在數字 AngelSang 所以我們可以叫 countries去幫我們 但是我們在這是中國招待的 雙都是這些長的敵人 這麼 unplugg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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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